建设的喜讯计划串联全市七座公园 还有七条圆道的台中之星 人行步道以及自行车路往改善工程 阶段性的完成了中明圆道和玉德圆道段 全长共计1.6公里 市长卢秀燕这天来到中明圆道段 主持完工祈福典礼 希望市民能够平安快乐的享受城市风光 卖力的挥舞双手 市长卢秀燕跟着舞蹈老师有活力的跳着早操 为这天台中之星二旗第一阶段的完工典礼揭开序幕 市府表示目前正在进行的台中之星 人行步道还有自行车路往改善工程计划 迁起台中市七座公园和七条圆道 断点式的串联台中市绿色路往 提供市民更舒适的休闲空间 我们要把七座圆道跟七个公园连接起来 变成一个爱的车链 市民骑自行车是一个很普遍休闲的活动 那所以我们当我们把这七座的圆道连接起来以后 不管民众要进行比较长时间的健身 行走 那徒步行走 或者是要骑脚踏车 那可以把台中市可以绕一圈 这一次完工的部分包含中明圆道和玉德圆道段的改善和建设 全长一共1.6公里 以人本概念出发 开阔街角入口 强化人车分道 保障徒步市民的安全 也顺畅自行车漫游台中市的通道 我们把整个圆区里面的步道 还有自行车道 我们重新扩大 也把它做了整理 加上一些植栽 所以大家可以很慢火的 骑在这样的一个公园圆道里面的腹地 对啊 这样就可以多带小朋友来玩 而且又有那个专用的自行车道 可以让小朋友来骑车 台中之星二骑的第二阶段工程 已经进入施工阶段 而完整工程预计在明年底完工 期望透过城市绿带和自行车道的串联 带给市民乐活低碳的城市生活 记者何玉瑞台中采访报导